50周年,智能家電傢俬 廚貴成謙犬系戀人 星期一至晚8時半 喜歡跟人聊天、溝通 做下去就不願意走 入遊時,每次都很緊張 去到遊站,全都是叔叔、阿爸 我們的工作範圍是會提醒客人 有安全問題,我才要求你識事 有人說可以不用關掉車子 為甚麼 不知道 上次我們幫你洗車,你沒抹過 這次就交給你 你們兩個很小氣 是嗎 很貴 很貴,很貴 萬催一車女人 星期一晚18時7時,ViuTV 前年,香港有30多個嬰兒出生 根據衛生署的調查 只有不足兩成的嬰兒 是以傳母語威捕至六個月大 懸低於世衛最低目標的50% 究竟威捕母語的媽媽遇到甚麼困難 身邊的人和社會又可以怎樣支援 成為他們在母語威捕這條路的 同行者呢 經緯線,今晚7時半 ViuTV 歡迎收看大明大放 施政報告提出立法取締劣質劏房 合資格的會命名為減薄房 實際會怎樣執行 今集我們請來房屋局局長何永賢 來跟我們談談 局長你好 嘉晴你好 見到政府就著減薄房在執法上 都打算採取一個先而後難的方式 可否跟我們談談實際上會怎樣做呢 是先處理一些沒有窗還是面積不足的劏房呢 見到大家已經開始很關心怎樣執法 是的,我們下年的工作全面希望爭取可以立法 立了法例之後我們就進入一個登記期 登記期完結之後我們如果發現有些又不登記又不合規的呢 我們就可以採取執法 可能到執法的時候我們怎樣去決定呢 這樣我們當然到時我們就會真是按實際的情況 會不會有一些個樓宇那個狀態比較差 或者裡面有一些劏房 它的戶數可能都惡劣的 裡面的環境大家大眾都覺得這些可能都要先處理 但是那個所謂先而後難是怎樣想呢 就是當我們挑選了一些可能都要去處理一下 可能社會大眾覺得這些情況都比較是沒有那麼理想 那我們去再深入些怎樣走第一步第二步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一下裡面那個住戶的情況 因為這個登記期如果有的我們有些資料 如果不是我們就要細心些去搜集一些資料 去看看裡面的住戶 譬如有些住戶它可能本身已經在輪候公屋的 或者我們在輪候賊那裡看到 它可能很快都可以有個偏培的 那有些住戶便可以先是退走 如果說裡面有些單位可能多些住戶 它已經有一些安排的 那這些便是我們所謂容易一些可以去處理的個案 那我想過先而後難 和我們怎樣選擇呢 都真的要到時按好實際的情況 就要一籃子的考慮 看到局長你之前都說過 其實現在大約九成的劏房都是有窗的 那如果它對著牆開不了窗的 都可以更大一點 加裝一個合規窗 如果這方面的話 好像業主的改動不是很大 那個取代的時間可不可以加快到呢 我們自己現在做的那些調研 我們就看到其實百分之九十以上 就本身都是有窗的了 但是有些說 如果那個窗可能很小 跟建築物條例不適合規格 我們都容許的 最重要是要有窗 對著前街後巷通到氣 我們都算的 如果你說面積不夠的 我們也都容許先加一個抽氣 做好一點的通風 我們已經是放鬆了 但是你見到有時有些舊樓 它很長型的 前面有窗 後面有窗 但是中間的部分 現在有些呢 就連中間的部分都隔了房 那個所謂窗就向自己入面的走廊 那這些不行了 但是有些情況說 我如果想加一個窗 其實那棵牆就是旁邊的屋 那我不可以鑿穿那棵牆也沒用的 那個都不是真的向街的窗 那就可能要在屋裡面鑿過了 將那個房間的鑿法 就向窗鑿這樣鑿 我們都看過一些很典型的圖織 發覺其實一定鑿得到的 不過可能跟它本身的面積 或者那個鑿隔有些不同 原本預計的2028年有沒有得去推翻一點點 這個真的要視乎我們一路路會和立法會去諮詢 也都會有一段時間去做諮詢 這個諮詢期間 大家我想相信都會就住 那個登記期多久才足夠 我們現在建議是一年到一年半 好了 登記了那些 我們會給寬限期 寬限的意思就是 好 你這麼有心來登記 即是你都想改好做減撲房 那我們會給寬限期 去處理一些樓宇改裝的問題 好了 這個寬限期視乎社會大眾 我們現在就說可以考慮一年 年半或者兩年 我們建議不要太短 因為都要有足夠的時間 給那些業主去處理種種的問題 或者他要落一下標 簡選一下成建商去幫他做裝修 他都要有些時間去籌備 但如果社會大眾是心急的 就像嘉晴你這麼說 加快的 不用兩年了 一年 年半 這個時間表我們很樂意 和大家多點去探討一下 以及聽聽大家的意見 記得今次施政報告也提出 將調整公屋和資助出售的房屋比例 由7、3比逐步轉為6、4比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呢 預計什麼時候才可以轉得到 其實你知道我們現在的比例 是70比30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供應房屋 會比資助出售房屋多一些 社會上開始看到 其實接下來10年 我們有足夠土地 滿足到30萬8千的需求 尤其是在10年的後段 即是第6、7、8、9年的下一個5年 其實多一些空間 開始就見到青年人 有一個很大的置業的願望 畢業之後可能做了幾年 五、六年之後其實都存到一些首期的 人工又加了一些 供樓感覺上 或者看看自己的能力 其實是供得到樓的 是否可以給多一些資助出售房屋 讓他們可以擁有自己的資產 這個聲感都強烈的 尤其是在今次特首籌備的施政報告的時候 收到很多意見 就說青年置業這個問題 所以你看到今次比較矚目一點 除了解決這個劏房問題 就是青年置業這個部分 我們就出了一個建議 就是在接下來的10年 慢慢就邁向的比例就是60比40 即是說供應房屋60 出售的公屋就是40 好了 這個要有一個過程 我們現在眼前的五年的項目 很成熟的 有些已經開工 有些準備開工 有些招錶 很成熟的 就不能夠一下子回頭改了一些圖織 但是在下一個五年 即是說第六、七、八、九年 落成那些資助房屋 我們還有一些空間 我們現在就會拿出項目出來看看 哪些項目是有空間做資助房屋 地點都要適合 你知道選擇做公屋的地點 以及我們的居屋的地點 都會有些不同 規模、大小都會有些不同 我們現在會著手 就要去看 現在已經著手去看 因為雖然你說 可能第六年、第七年才落成 但是今天已經要劃積 今天已經要做設計 所以我們會用這個方法 逐步將比例推去60比40 說起幫助青年置業 看到這次另一行 就是將居屋的600表比例 由現在的46比調到55比 政府一直都很想幫年輕人置業 但看到現在減少了供應量 即使是否多一個籌 對年輕人的幫助都不大 怎樣可以讓年輕人看到 有一個上樓的希望 我想家晴你說的 所謂減少供應量 可能你會覺得 那個六表和八表的比例 買居屋 我們有個建議 就由460變成50 550 這個改變主要就是配合 我們在想一個富戶政策 我們希望富戶政策 收緊一些鼓勵 現在在公屋裏面 慢慢的資產是封口的了 他可以考慮買資助房屋 是配合那個政策 但是居屋可以注意一點 其實我們未來一路走下去 五年 我那個居屋供應是4萬至4萬5 即是說每年那個供應 可能有時多有時少 但是平均都有7000到9000 所以當我那個居屋供應穩定下來 今期買不到 你知道下期也有 都是大概七八千 再要再抽的 下期也有 我覺得最重要是 給有心置業的年輕人 每一年我都有保持這個供應量 雖然地點可能有些不同 設計會有些不同 但是總有個選擇是穩定供應的 我想這個訊息是重要的 其實已經說起庫戶政策 接下來政府也打算收緊那個政策 看到包括降低庫戶的入息限額 其實也有些住戶跟他們說 其實現在的入息限額也差不多到頂了 預計一收緊可能他就要搬走 政府暫時有一個預計收緊的幅度是怎樣 有沒有評估過有多少個公屋庫戶 因為這樣要搬走 會不會比較寬閒期他們 現在我的庫戶就有43000多戶 比起我82萬戶公屋居民 其實就佔5%左右 不是說很多 大家社會大眾就覺得 公屋的原意是甚麼呢 公屋的原意就是比基層低收入家庭 譬如好像現在住劏房的家庭 他真的環境很差 他的入息暫時 可能小孩又很小 還是供書教學 他的入息負擔 都是生活負擔很重 所以我們就給他一個安居之所 但很多時候隨著入了公屋之後 安樂了 小孩又大了 出來工作了 事實上負擔能力是好很多的 我們都會看回一些數據 再走下去同事會研究的時候 就是說 租樓的成份 比起他入息的比例是怎樣呢 一般香港的情形是怎樣 我們的富戶是怎樣呢 如果我的富戶已經超出了 香港一般的情況很多的時候 真的有些收緊的空間 整個界線是怎樣 我想大家最關心的 我們都會有一些數據 有一些統計的數字 然後得出答案的時候 再跟大家去解釋一下 好,我們這集聊到這裡 好 稍後回來繼續大明大放 集合吧,各路神修 這些是… 像吉祥物那些 吉祥物 好像那些城市 很不方便吃東西 你們是否不喜歡吃東西 大王是人家餵的 對 一起歷戰苦瓜勇舌壇 苦瓜,沖繩,不得了 一點也不苦 我覺得這個真的清甜 有種加上便飯的感覺 這個就是苦瓜炒蛋 這個苦瓜跟沖繩的苦瓜 真的不能相比 東方便行 聽到貪情牽豬港街香味 今晚8時,比尾TV 全身7-6漢服草天然減痛高 減輕急性痛痛達90% 天然無駁河 狀態紅燈變綠燈 七海健樂,7-6 有早期牙韌問題怎麼辦 那就要預防牙菌膜累積 先鎖牙韌線 全身牙韌色強化修護牙韌牙膏 清空牙菌膜,強化緊腎牙韌 配合透明質酸,鎖牙韌線 臨床實症,長後強化修護牙韌 會理口腔健康,牙韌色 一天不用做,無拘無粗 想不想呢? 當然想吧 你也想 不做事,誰給你出糧? 當然是自己 想做甚麼就做甚麼 這位公公婆婆都很厲害 他們很大 我會有60日 每日的結局都一定有 匯豐保險延期年金 給你自訂出糧日 還有扣稅機會 承諾自製長糧,活出想像 現在就去找專家聊聊 GoGoGo 由社工帶明仔來那天開始 我們就做了寄養家庭 媽媽說人人都需要家庭溫暖 所以我們當明仔是家人 爸爸教我要懂得分享 一起分享原來很開心 明仔遲些會回自己家 我們也替他開心 想申請成為寄養家庭 請瀏覽社會福利儲網頁 或支電2573-2282 美國白宮即槍逆主 紅藍對決六死誰手 跟你的幫助 我們會贏 我們會贏 如果我們的國家 不能再接受 友好,Kamala Harris 你打擊了… 外出 未來四年會如何影響政治經濟格局 請來嘉賓解讀 最新大選形勢 美國大選2024特備節目 星期三下午3時 ViuTV 究竟坐飛機能否向後追蹤 網上有很多功能 可以自由調整的 現在知道 爆出了PINDA的秘密 沒有三分鐘 其實已經有人排隊想跟我拍照 很迷失 今天只做一件事 星期一至晚7時半 ViuTV 一場困獸的鬥獸 她太狠了,我沒看到她 很辣… 香港成泰國,人聲步驟 我太吵了,你太冷了 我以前沒有遇過真正的愛情 希望今次可以找到愛永遠 遊戲成音樂,征服地球 我們來看看我們收到多少錢 小貨幣卡,黃耀程軒 很收到2時,星期一晚11時 回到大明大方 這一節繼續有房屋局局長 何永賢來跟我們聊 局長你好 是呀,家晴你好 我們這一節不如聊聊其他議題 看到施政報告裡面 另一個比較熱門的議題 就是政府剛剛公佈了 彩虹村的重建方案 看到歷時大約20年 其實外界都關注 時間好像挺長的 可否跟我們說一下 為何需要歷時20年這麼長呢 好,首先彩虹村 第一期的居民搬去我們的安寺屋村 一個松寺屋村 美東村 或者叫接收屋村 搬去美東村 到最後一期搬回來 中間是說15年 另外你知道我們會增新很多單位 那些是新增單位 新在外面的人收入來的 大家都說15年都是很久 彩虹村大家很熟悉 所以我一解大家就會明白 現在大家看到的彩虹村 我有7400多戶 住在彩虹村 是住在這裡 我每一期搬走的 接收的美東村是2000多個單位 所以我分三期 簡單一點 我每一期當我搬走2500 即是說我還有五千人 留在彩虹村裡生活 好了,我要打樁 我要做拆樓工程 每一個步驟 我都一定要跟蹤環保的條例 每天可能打樁是三個小時 拆樓我盡量就要在環保條例的 可容許的時間下面 才可以做一些比較吵的事 其他都可能是一些預備的功夫 大家不要忘記 如果有一塊地 全塊新的地交給我 我們現在建樓都是四年多五年 建六、七千個單位 我都是建四年多五年的 不會太久 為何重建的過程 為何聽上去好像這麼久 其實重建就是 我先要搬走一批朋友 搬的時候很多是老人家 大家記住 二千多伙入面 我當你有三分一是老人家 每一個老人家 我們要照顧 怎樣去搬 好了,搬走了之後 我要拆樓 剛才我講過 我每次拆 其實還有五千人 住在我附近 我拆的過程 不能夠就一個大槌 這樣整間樓拆掉 我要一點一點來 好了,拆樓 拆二千多伙的樓 不會太快的 那裡都可能要年齡的功夫 然後我才去打樓 我現在在彩虹村 重建之後 是去到五十多層的 所以樓柱不會淺的 必定都是很深的樓柱 然後我再建到五十多層 我才可以再下一期的人 移進去又重複了 移的時候 你叫老人家搬屋 你時間太急太趕 他很大壓力 你知道老人家現在最擔心 哇,你要我搬 還要好像吹著他吹著那樣搬 所以整個過程 為何有些說 我見外國有些例子 很快而已 可能有朋友看到說 十年左右有個重建的項目 但我們看回那些重建項目 本身塊地 它有的建築物是低矮的 可能是商場 可能有些是停車場 而且已經搬走了 即是商場已經不運作 那個停車場 要車走很容易而已 收了回來 一大片地 一次過拆完樓 一次過起樓 真的快很多 我想如果我們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不用十年 但是彩虹村不是這樣的 因為我每次移動 其實在彩虹村範圍裡面 還有另外五千個居民在 大家一路移動一路移動 不過彩虹村的計劃很有意思 除了我要一期期地建 去建新樓 讓居民一路路搬過去 然後拆舊樓 其實我們利用了彩虹村這個重建 將彩虹交匯處 和彩虹道的一些交通的設施 改好 這個會在第一期 我們突然擺在第一期進行 變成我們和運輸處 路政處 他們可以一起夾著 盡快將彩虹交匯處 擴大一些 做好一些 變成大家 現在經常覺得那裡很堵塞 我那天看到林世雄局長 他都特別跟我說 這個好東西來的 我就知道 所以有機會的時候 我特別要多說給市民大眾聽 就是我們幾乎每一次 有重建的機會 一定都會整區去看一看 有沒有一些是 彩虹村以外的 需要改善的 我們都一拼改善 看到今次也有些區議員建議 其實政府可不可以用一些 新興的技術去建 例如一些公屋的組裝合成法 或者一些新興的一些技術 去處理這件事去壓縮的時間 實際上做不做得到 是 嘉晴 你聽到我剛才介紹 我們有幾個步驟的 搬居民 拆樓 然後做地基 然後蓋上蓋 是不是 這裡有四個部份 搬居民和組裝合成法無關 是照顧人的問題 我們要足夠時間去照顧人 拆樓也和組裝合成法無關 我不可以一下子炸掉樓 或者用一個大槌去拆樓 我要慢慢拆 這也和組裝合成無關 打樓也是 莊處都是因為是地基的問題 好了 餘下的部份 建大樓 組裝合成法我們一定會用 我們現在的組裝合成法 其實已經是一路路進步 我們最初做的時候 可能在地盤是說六日一層 慢慢現在進步到熟習了之後 五日一層 我們有一個組裝合成法的第二代 這個第二代可以幫我們 再加快到四日一層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我整個過程 重建過程是有四個大的主要部份 組裝合成是只可以用在其中一個部份 見得除了彩虹村重建 施政報告都提出 明年會公佈西環村和碼頭圍村的重建方案 見到其實涉及單是 彩虹村的重建 都一個很大規模的工程 如果接下來要加上 西環村和碼頭圍村 政府在財政和搬遷的問題上 是否夠得到 財政當然我們的工程 如何看著我們的工程費 以及整個重建之後 我都有得益的 因為我的單位其實是會多了 但是明白的 議員朋友、社會大眾 時事都提著我們 要看著一些重建的項目 其實我們現在加上彩虹村 已經有11個項目在做 大家可以想像 當中還有一些大項目 是華富村 這個單位數目還多 九千多 彩虹村七千多 接下來是碼頭圍村 西環村的單位都不少 其實重建對於我們來說 就是我的人手資源 都是一個要考慮的 因為我的工程人員好 或者是我的村的同事好 照顧一個重建項目 你剛才聽得到我那些 不說的那些步驟 真的跟起新村很不同 起新村我起完 接著在輪候策上 出封信通知 你過來收樓 我就拍完了 但是重建 是有很多住在那裡的居民 每一戶居民的訴求不同 可能它的安排會有些不同 每一戶我們要解答很多的問題 其實說起屋邨 看到防委會之前都選了十條屋邨 作為一個智慧屋邨的視點 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現在那個進展是怎樣 怎樣可以真的應用到AI 去推動這個智慧管理 是的 智慧屋邨我們覺得必須要做 因為第一 全香港都說要智能化一些智慧城市 很多新的技術 事實上技術真的進步了很多 從我們不久前都還在說4G 現在很普遍地都是5G 5G的平台當然數據流動快了很多 所以我們用這些科技的暢通程度 也都高了很多 其實我們去年已經選了十個智慧屋邨 包括舉例子 水泉澳邨 王后山邨 柔塘邨 以及洪福邨等等 同時就著每個屋邨的特質 就試很多東西 譬如有些是管理車圍拍 有些可能是老鼠的追蹤 有些可能是試一些清潔保安的機械人 清潔保安機械人為例 我們起初聽說清潔機械人 都好像很多選擇 在不同的地方商場都見到很多 但我們跟科學員談完之後 他們說不是的 你屋邨很獨特的情況 地下一個廣場很大 但是會入曬雨林 上樓的走廊又反過來很小 雖然它不會入曬雨林 但是又要懂得轉彎很靈活 需要的機械人其實很不同 他說你去選之前或決定用什麼之前 他說我幫你找一批的機械人給你試 那真是看到同事就有五、六款的機械人 就在我們屋邨那裡試行 所以這個過程其實我們開始了 發覺有效的那些 我們已經放在我們的管理合約裡面 就是要求合約承辦商一定要給的 舉例我們發覺有些巡邏機械人是很不錯的 它有個鏡頭的 那就是一直看著那個屋邨的情況 舉例 譬如見到有人吃